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豆的山羊妈妈 小豆乖 小豆乖 来喝点小米汤吧 然而 婴儿小豆轻敏了一口米汤后 依旧不停地哭着 她边哭边摇着头 一下子将母亲手中勺子里的米汤给碰撒了 怎么样 她还不吃吗 是啊 这下不知如何是好呢 若持续下去 小豆会饿坏的 怎么 还没有奶吗 是啊 我知道为什么 最近几天我一点奶都没有 而小豆她又不肯吃米汤 我都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呢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得赶快想想办法 我已经试过好几个偏方了 可就是催不下奶来 原本我想去别人那里 淘点奶水来喂她 可是我们村里这段时间 除了我们就没有哺乳期的母亲了 来 小宝贝 求求你喝一点吧 算了 既然她不喝米汤就别喂了 但总不能让她就这么饿着呀 再不吃东西 小豆可就饿坏了 我有办法了 我这就去给小豆找奶来 妈 这是要去哪里找奶啊 我也不清楚呢 就在小豆父母疑惑的时候 奶奶很快便端来了一碗奶 妈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奶啊 你先别管我从哪弄来的 先看看小豆她喝不喝吧 来 小豆 奶来了 快喝奶吧 当盛着奶的勺子递到了小豆嘴边时 小豆似乎闻到了气味 她竟然一下子停止了哭泣 然后张开了小嘴 奶奶急忙把奶喂进了她嘴里 来呀 赶快吃 赶快吃 小豆她终于要吃了 是啊 看来只有奶她才会喝啊 饥饿的小豆很快便将那碗奶全部喝完 吃饱喝足的她美滋滋地睡起了觉 我的小宝贝 你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了 是啊 你看她吃饱后也不哭也不闹了 就知道乖乖地睡觉 对了 妈 你刚才给小豆喂的是什么奶啊 我们家的那只母山羊不是刚生下小羊羔吗 我刚才是挤了碗羊奶喂小豆的 既然小豆愿意喝羊奶 那以后就不用愁了 是啊 以后让她喝羊奶就可行了 然而几天之后 那只母山羊一见有人靠近自己 便露出一副凶像 低着头 露出鸡脚 摆出一副要与之拼命的样子 哎呀 老公 你快来啊 你看她要干什么 我来了 你这个家伙 给我老实点 你今天有得罪她吗 不然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啊 我哪有得罪她啊 今天我一走过来 她就像如临大敌似的 摆出这么一副架势 我知道原因的 这只母山羊是不想让你们再挤她的奶了 啊 为什么呢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这几天 那只小羊羔经常咩咩地叫个不停 她那是饿了 母山羊的奶被你们挤走一部分后 剩余的已经不够小羊吃了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饱 她自然是不会让你们再来挤她的奶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把她交给我好了 然而 母山羊毫不畏惧 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再吃不饱 而面对倔强抗衡的母山羊 父亲想尽办法也无法挤到奶 这 这个家伙还 还挺难对付 哎呀 小豆又饿了 这可怎么办啊 你放心 今天我非挤到她的奶不可 又来了 我们这样用强硬的方式可不是办法 那怎么办呢 一听小豆 哭得更响了 她这是饿坏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说完 她快速回到了屋子里 将大哭不停地小豆抱了出来 母山羊听到小豆的哭声后 不柔地又愣了一下 然后寻双望去 奶奶抱着小豆朝起走了过来 然后站在了母山羊的面前 母山羊看着奶奶怀里哭泣的小豆 眼神开始变得缓和了起来 你看 我的孙子没有奶喝只能饿得不停地哭着 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孩子 怕你的孩子吃不饱 我们和你一样也心疼自己的孩子 你也看到了 我们的孩子吃不饱也是不停地哭着 所以我恳请你分一些奶水给我们吧 赶快挤奶去吧 她已经答应了 哦 好的 你放心 我就挤一点 就一点 不多的 母山羊轻轻地咪咪叫了两声 算是答应 挤好后 母亲用奶瓶给怀里的小豆喂着奶 羊圈里 母山羊也给自己的小羊膏喂着奶 母山羊看了一眼羊圈外母亲怀里的小豆 然后咩咩地叫了两声 母亲怀里的小豆听到后 竟然露出开心的笑容 你看 小豆有奶喝多开心啊 妈 那只山羊开始不让我们去挤他的奶 但你只和他说了几句 他便听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下父母同爱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虽然它是一只羊 但也是母亲 他看到小豆哭成那样也是于心不忍 于是便同意把自己的奶分给小豆一些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在羊奶的哺育下 小豆无忧无虑地健康长大起来 或许是因为他从小喝羊奶长大 因此 母山羊对他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呵护有加 小豆妈妈 你能来我家帮我个忙吗 啊 小丽啊 什么事呢 我在家做枕头套呢 你真幸好 绣的花漂亮 能帮我在枕头套上绣个花吗 我以为什么事呢 没问题 我这就去帮你修 小豆 你自己在这里玩 不准乱跑 我一会就回来了 听到没 妈妈 好的 小丽 走吧 你就这样把小豆放在这里 难道你就不怕他出危险吗 没事的 这不是有他在吗 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只母山羊能照顾得了小豆 是的 在小豆一压血雨的时候 这只母羊就温顺地趴在他身边 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着他呢 走吧 去你家了 大树下 小豆在那里独自玩耍着 母羊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他 这时候一只大狗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他一眼看到了大树底下的小豆 然后朝其汪汪大叫了起来 小豆看到正朝着自己狂叫的大狗 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母山羊一惊 然后急忙跑到了那只大狗面前 你离他远点 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 竟然还敢命令我 说着 大狗朝着母山羊露出了尖锐的牙齿 母山羊咽得大叫了一声 然后低着头用鸡脚朝大狗撞去 大狗立刻和母山羊扭打在了一起 听到狗叫声 羊叫声和小豆的哭声的母亲 很快从邻居家跑了出来 你这只乱只狗 给我滚开 你这只疯狗 快走开 小豆 你没事吧 那只狗没咬到你吧 羊妈妈挡住它了 所以没咬到我 你说的没错 这只山羊真的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小豆 它真是一只秤职的山羊妈妈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小豆渐渐长大 它已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而母山羊却因年纪大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你真的要将它卖掉吗 是啊 它这么大年纪了 趁着还健康赶紧卖掉 要是生病或是死掉了 可就不值钱了 你说的有道理 今天镇上正好感激 你赶快带它去吧 爸爸 你这是要干什么 今天不是有感激吗 我要把这只老羊卖掉 换点钱给你买好吃的 爸爸 我不要好吃的 求你别把这只母羊卖掉 啊 小豆 你别说傻话了 这只羊已经老了 也不能生孩子了 再养下去也是没什么用的 不管如何 我都不允许你卖掉它 好了 小豆 你快去上学吧 我答应你这只羊不卖了 你们不准骗我 如果我放学过来看不到它的话 我也就不回家了 好的 好的 爸爸说话算话 说不卖它 就绝对不卖了 好了 大山羊 你不会离开我们家的 永远不会 看来 我们真的要将这只羊 养老送中了 当初他用自己的奶将小豆养大 或许在小豆心里 这只羊也算是他的妈妈吧 嗯 你说的有理 小羊为了感激母亲的喂养之恩 总是跪着吃奶 而小豆他的所作所为 也正如高羊贵乳一般 是为了报答羊妈妈恩情的啊 心善赢得一马心 阿土的母亲摔断了腿 医生说只有找到蓄骨草才能将骨头接上 然而 这种草长在悬崖峭壁上 很难采摘 只有住在山林里的专业采药人大刘 才有可能采到这种草药 阿土 你真的要去林子里找大刘吗 是的 只有大刘才知道山上哪里有蓄骨草 只有采回了蓄骨草 我母亲的腿才能医好 听说大刘这个人特别贪财 经常看到有人着急用药 就狮子大开口 将价格提得特别高 只要能找到蓄骨草 将我母亲的断腿接上 花点钱无所谓的 阿土 那个大刘不但贪财 而且心还特别的狠 我看你还是不要跟他打交道的好 心狠 大刘他心狠 是的 我曾经见过 还有皮鞭 将自己的那匹马把的片体鳞伤 不管那匹马如何哀嚎 他都没有停手 要知道他进深山采药 全靠那匹马带路 可即便这样 大刘还是对那匹马非打击骂 而且每一次都是下死手的 如果不是心狠 他怎么下得了手啊 不管怎样 为了能衣好我母亲的腿 我都得去找他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小心的 嗯 就这样 阿土来到了采药人大刘在山林里的住处 屋内 采药人大刘和阿土对坐着 大刘打量着阿土 他的目光一下子锁定在了阿土脖子上佩戴的那块玉上 你想要蓄谷草啊 你要知道它都长在陡下的悬崖上 要想踩到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知道蓄谷草不好踩 但是大家都说你对山林的情况非常熟悉 我相信你一定能踩到它的 对吧 怎么说呢 前一阵子我倒是在山林里看到了一处地方长有蓄谷草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大刘 麻烦你帮我去采摘一些蓄谷草吧 哎 你也知道 蓄谷草都是长在难以攀登的悬崖上 在悬崖上采药 一旦出点意外 那可是要命的 我知道你采药不容易 你开个价吧 有时候 钱也并不是万能的呢 你要知道 和生命比起来 钱并不重要 这样吧 你告诉我蓄谷草生长的地方 我自己去采总可以吧 当然 我不会让你白白透露资讯的 嗯 好吧 嗯 如果你将脖子上的那块玉给我的话 我就带你去蓄谷草那里 啊 真是对不起 这块玉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物品 我是不会送人的 我给你钱怎么样 呃 原来这样啊 没事没事 你要那蓄谷草给谁用啊 我母亲的腿摔断了 需要蓄谷草来接骨 哦 真是有孝心啊 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你 不过前几天我的脚刚刚扭伤了 没办法带你去山林深处了 那可怎么办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让门口的那匹马带你去 那匹马非常熟悉山林里的道路 有他带你 绝对不会迷落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说着 大刘一拳一拐地带着阿土来到了屋外 大刘一把搂住了门口那匹马的脖子 马儿 你把这位老弟送到上衙那里去 听明白了没有 把他送去了 你就赶快回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留在那里 听明白了没有 要是你敢不提话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来 你骑上他去吧 大刘 真是太感谢你了 好了 我们走吧 快走吧 难道你在这儿等挨鞭子吗 那匹马驮着阿土在山林里撒腿跑着 半小时后 他便来到了一处山谷 两边的挨壁上果然长着一些蓄骨草 阿土欣喜地从马上跳了下来 看着挨壁上的那些蓄骨草 这里真的有好多蓄骨草啊 真是太棒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跑了这么久 你也累了 来 我这里有两个苹果 你吃吃解解渴吧 那匹马又闻了闻苹果 然后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然后阿土转身朝挨壁那里看去 看来要踩到蓄骨草 只能从这里爬上去了 阿土抓着山崖上的岩石刚要向上爬 突然那匹马像是上京了一般 朝阿土大声嘶叫着 兄弟 你是担心我吗 没事的 我踩到蓄骨草就下来了 把他送去了 你就赶快回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留在那里 哎呀 他怎么突然跑走了 马儿 你快回来啊 哎 算了吧 踩到蓄骨草后 我自己再走回去 经过不懈的努力 阿土终于爬到了生长蓄骨草的地方 当他采集好后 却发现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很难下去 糟糕 我当初是怎么爬上来的 我要从哪里下去啊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了 这可怎么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这里人机罕至 怎么可能会有人经过呢 阿土不知道在山石上待了多久 忽然 一阵马蹄声有远及近传了过来 马蹄声 一定是那匹马又跑回来了 没错的 大刘见他独自回去后 一定是又骑着他回来找我了 果然 不一会儿 大刘便骑着那匹马跑了过来 我在这里 快来救我 老弟 你踩到蓄骨草了吗 踩到了 可是我下不去 赶快帮帮我 你背着藏药竹篓 哪里能下来啊 来 你先把竹篓丢下来 好的 我这就丢下去 不错啊 既然踩到了这么多 这些蓄骨草可是能卖不少钱呢 赶快帮忙把我弄下来啊 从那里把你救下来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那么高 而且还很危险 啊 那个大刘不但贪财 而且心还特别的狠 我看你还是不要跟他打交道的好 他这是想要讹我啊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 他不但贪财 而且还心狠 只要你能把我救下去 我把那些蓄骨草都送给你 你还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吗 这些蓄骨草已经在我手里 你用我手里的东西和我谈条件 你认为我能答应吗 啊 那你说条件吧 好吧 那我告诉你 我希望得到你脖子上的那块玉佩 我说过 这块玉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 我是不会给别人的 是吗 那你就留在那里好了 喂喂 你先等一下 我如果把玉佩给你 而你不救我 那要怎么办呢 除非你先把我救下来 先把你救下来 哼 我要是把你救下来了 你会把玉佩给我吗 可是我要是给了你玉佩 你不救我 那我不就白白损失了呢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 你稍等一会儿 很快 大流便起码来到了阿土所处的悬崖上方 你从那里下去可不容易 但是我给你丢根绳子的话 你倒是可以从这里爬上来 好的 快把绳子丢下来啊 好 接着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玉佩装进这个盒子里 我把绳子丢给你后 你就把装玉佩的盒子丢下去 这样一来 我们谁也都不会失信 但你别打歪主意 要是你不把玉佩丢下去 那我就把绳子割断 摔死你 你简直就是魔鬼 哼 我是不会和魔鬼做交易的 行 那你就待在这里吧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然而 就在大流准备上马离开时 那匹马却突然大叫了一声 一下子将其撞倒在地 你这个家伙 想要干什么 那匹马 叼起卸在树上的绳子 然后将另一端 一下子顺着伤癌丢了下去 你这个混蛋 竟敢背叛我 想上来 别做梦了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 快给我闪开 你这个叛徒 给我借住 马儿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匹马 为什么会背弃主人 而不顾一切地帮助阿土呢 或许就是因为自己曾递过苹果 赢得了他的心 看来 要想得到动物们的心 并不困难 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一点 就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新逢观圣帝君飞升 元宵佳节吉祥日前夕 屏东庙云寺即慈悲置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公佛摘天即恭送普门品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2月13日 星期日 正月13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许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 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 供水 现实供 招请及甘露诗诗 祈愿 国泰明安 风调与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赞山法师 祖法领众 日期2月17日 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 南投县 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 普里镇中兴路 23-10号 恰许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山法义 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春吉祥 恭喜花财 那么大家也许会想 哎呀 师父怎么那么熟悉啊 出家人还讲 恭喜花财 那其实在这里 我不只要恭喜大家 能够发这个世间财啊 还要恭喜大家 在新的年度 努力的这个 发佛法的功德花财 那么世间的财物呢 能够滋养我们的色身 我们也可以让 用世间的财物啊 来广行 布施 所以财物不见得完全不好 有财物啊 我们才能够 拥有好的生活 那么也可以来作为菩萨的质量 那么除了这个世间财之外 身为一个佛弟子 我们更应该要努力的来 积极佛法的功德花财 那么在佛门当中 有所谓的七圣财 那所谓七圣财 第一个我们要具足信心 所谓信 戒 禅 慧 文 师 慧 佛法里面的一切的善行 都是我们要去努力积极的 那么所谓的信 就是要对三宝具足信心 所谓信为道远功德 一切的功德 首先来自于信心的建立 而这个信心 就是对佛法神的无上功德 要建立深切的信心 那么这个戒啊 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断恶修缮 那具有常会心的话呢 我们就学会 还醒自己 留意不要去造作恶行 因为有常会心 就会离恶向善 还有呢 要听闻佛法 因为了解佛法 就等于了解了这个解脱 乃至于成佛的道路 应该如何去实践 所以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 我们要广行布施 累积福德质量 还有不断的去开发智慧 但是智慧的开发 当然啦 来自于佛法的听闻 所谓文师修会 乃至于戒顶会的勋修 新的年度啊 在这里 祝福大家 都能够渐渐康康 花大财 不只花世间的财富 也能够呢 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来发佛法的功德花财 谢谢大家 把今生的身心灵献给三宝 听闻的人们啊 来自三宝的城堡 加持必会生气 对三宝 即总集三宝于一生的上师 所生起的全然信心 将使心 如同清澈平静的湖水 可以清晰地映照加持之乐 有了这种信心的力量